去年的今天 无党籍的台大医师柯文哲上任成为台北市长 满一年了 他的表现如何呢 其实柯文哲现在还是一样 人气居高不下 他自己反省说 庆竹难输 市议员们则列出了他很多项的缺失 例如说 师言无数 大家都知道 例如说要把外兵送的怀表 转卖破铜烂铁等等 还有就是当众怒斥下属 例如对信义分局长 标骂法轮功的事件 对社会局长这个标骂说 让他作秀等等 还有他追打像大巨蛋的五大弊案 其实到现在也还没有更进一步的下文 他开出了支票 四年两万户的公宅 到目前都还难产中 被质疑可能会跳票 至于波卡事件 他当时对市议员当众发怒和垂桌 但是柯文哲虽然被批评的多 他自己也提出了蛮多的反省 他并且期许要建构一个更好的台北 最近这几天 天天他都在脸书的专页上面发文 承诺要公开透明 坚持要开放政府 让全民参与 另外他还有列出这个 意思就是他把他这一年来的所有的数据都列出来 接见了多少次的外宾 决行了多少件的公文 跟议员开了多少场的便当会 里长面对面座谈会 还有员工的面对面座谈会等等 他也公开了他的行程非常的多 脸书贴文的次数多少 甚至是粉丝的增加数等等 他也自我反省了 说他的个性实在是太直白了 太冲动很傲慢 必须要修正 他还提出像这个台北大数据 以及科批新政等等 至于他执政的成绩单呢 当然则有赖市民来打分数 今天柯文哲还公布了 下个月的24号 他将要访问日本东京 考察奥运准备 还有日本的长照规划 全力傲慢 违边预算 台牌座开记者会 台北市蓝营议员批评市长柯文哲 偷跑公宅施工预算 柯文哲上任周年 议员把账一起算 他要为整个首都大联盟的候选人 来骑单车辅选肇事 台北市市蓝绿非战区的承诺 现在在哪里 每个党的议员都说我做得很好 那这才奇怪 议员批评 柯文哲没感觉继续嗡嗡嗡 而且明年1月24到30号 柯文哲又排了日本东京考察 为了世大运 学习东京奥运准备状况 还琢磨台湾高龄化最需要面对的长照问题 其实日本比台湾更早变成老人国 所以那个 真正如果说在市政上要去看的 比较重点是长照 其实到最后没有一样都达成 通通都是跳票 蓝营议员批浪费预算 因为柯文哲七八月才接连去过韩国光州 上海双城论坛 选后日本东京考察 明年3月还有率科技团访美的计划 上任一年来 柯文哲处处挨轰 但他说不后悔 人生是单行道 你要后悔什么 过一天算一天 就认真的过每一天 才刚发布自行影片 现在又表现毫不在意 继续走他的科室风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